- 大家午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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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等一下喲! - 有了! - 香褲! - 香褲! - 最近是香褲衣服 - 有那種可愛香褲衣服 - 大家午安! - 大家午安! - 今天我們的主題是 - 新品介紹! - 我們本中是新品介紹 - 所有滿滿超好看超美的新品 - 我們都很喜歡的 - 有了有了 - 哈囉! - 大家好! - 還好大家都有記得我們禮拜二 - 對! - 今天第一禮拜二第二次直播了 - 上次是跟黑妞,而且還在上上禮拜 - 以後我們是每個禮拜二都會直播 - 沒錯! - 禮拜二固定就是我跟薇薇 - 禮拜四的話會有 - 兜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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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看回播的朋友可以按讚加分享 - 因為我們會有電腦抽出來 - 也是抽五百元的購物金 - 所以請你們先幫我們按讚加分享喔 - 可以馬上 - 等一下就可以參加我們現場的 - 遊戲之外 - 還有下一個禮拜 - 是下禮拜抽嗎? - 下禮拜二會同一再抽一名五百塊的購物金 - 所以都有兩名 - 對 - 你現在分享就可以抽兩次的機會唷 - 我覺得五百塊很多欸 - 其實我很想爭取 - 就是一百塊分散五次 - 一百塊分散五次 - 然後就更多互動 - 然後我覺得一百塊也很夠欸 - 一百塊很不錯 - 可是我覺得五百塊感覺比較有大 - 那種 - 就是那種 - 如果我是獨特的那個我會覺得很爽 - 這樣有感的那種感覺 - 那這 - 不知道要怎麼講欸 - 很想跟大家玩一些遊戲 - 趕快過來按讚加分享喔 - 你們越有越的參與 - 我們就越能跟黑妞再熬多幾名 - 沒錯 - 因為其實我們也變成二次直播 - 等於是我們現在有四次的中獎機會 - 就越來越多 - 就越來越多 - 很不錯 - 欸 大家有發現我們今天背景不一樣 - 還不錯了吧 - 我們平常都是在這個布臉後面換衣服的 - 還不錯吧 - 你看後面 - 這是怡君他配的 - 很棒吧 - 這兩個是我們今天新款的寶寶 - 很可愛吧 - 那我們先來開始正式介紹 - 我身上這件衣服 - 它是 - 它是那個 - 斑寧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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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可以站近一點給大家看 - 後面 - 對 - 它這後面是那個 - 有彈性的這種 - 鬆緊的 - 嗯 - 對 然後前面呢 - 是就是 - 這樣子 - 有點像搖風的 - 搖傷式 - 然後這邊都是針的 - 扣子 - 可以把它拆開的 - 還有這個拉鍊 - 好棒 - 因為放小一點 - 好 - 好 - 但是拉鍊這邊 - 全部都是直接 - 拆開來的 - 那穿起來就是 - 從下面這樣穿起來 - 那袖子的話 - 它剛好是 - 這種 - 它還有空間的 - 有空間的 - 是有空間的 - 不會擠露的那一種 - 旁邊就是有點膨繡 - 它這邊也有點小公主的 - 不會讓你有點醉露 - 我覺得這件很好看 - 而且質感超好的 - 而且大家都知道 - 怡君本身身型是偏窄 - 偏瘦偏窄 - 偏瘦偏窄 - 所以有些衣服 - 它可能穿起來就撐不太起來 - 但是這件衣服 - 它就是有多一點點 - 這件很完美 - 有一點那種 - 什麼叫什麼 - 碰碰的那種感覺 - 所以這邊感覺會變高一點點 - 這樣比例看起來會比較好 - 而且它V領整個很修飾我的臉型 - 對啊 - 其實V領也不一定是圓圓臉的專利 - 一樣余君的臉就是尖尖小小的 - 額蛋臉 - 對也很可愛 - 這是說是以額蛋臉 - 我以後都要這樣子 - 這樣子感覺就V一臉 - 就很V - 就這樣就好V一臉 - 這件很好看 - 然後它的裙擺這邊 - 是有點開插到我的膝蓋 - 膝蓋的地方 - 對 - 這件版型很好看 - 對很好看 - 然後我覺得就是 - 尺寸上面你要再注意 -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腰的這邊啊 - 它是緊的 - 對它是比較偏緊的那一種 - 所以你自己尺寸上面要再注意一下 - 對它的尺寸是S大L三個尺寸 - 對 - 那就是宜君就是穿S號 - 那S號穿起來是很瘦的 - 真的是 - 而且我覺得這件如果 - 像我自己穿它 - 我覺得其實看起來會瘦一點點 - 因為我不確定是不是因為腰這邊 - 它可能偏緊一點 - 所以等於說你腰最細的部分有顯出來 - 看起來的版型會再小一點點 - 真的很顯 - 非常的好看 - 而且它是很厚的那一種 - 牛仔的布料又是一年四季都很OK - 像現在就可以開個穿 - 然後你穿到秋天 - 其實我覺得冬天應該也可以 - 冬天的話就外面就搭那個大衣之類的 - 沒錯 它穿起來不會溫熱 - 也不會說很薄 - 它就是正常的厚度 - 所以其實四季都可以穿 - 對一年四季都很OK - 然後換的像要出遊啊 - 或是你可能跟媽媽要出去逛街之類的 - 姐妹出去逛街 - 男朋友出去看店 - 就是任何場合都好看 - 就很適合啊 - 很適合啊 - 還有腰線什麼都很修神完全 - Sandy說好看你 - 最近真的很好看 - 記得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 而且我覺得牛仔的洋裝最珍貴的就是 - 它就會很挺 - 對 - 穿起來就跟雪綁用太一樣 - 很挺真的 - 雪綁就會比較軟一點 - 對軟一點 - 對啊 - 其實就真的是好看 - 只是非常多下來對不對 - 我真的很喜歡這件啦 - 這件的版本 - 所以我才穿第一套 - 我要安排第一套 - 你不會就一到第四套 - 然後全都穿一樣的 - 不想脫了 - 而且有喜歡的朋友 - 一定要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 我們等一下會玩小遊戲 - 對 - 然後今天會抽一名 - 五百塊購物金 - 五百塊超多 - 如果可以拿這五百塊 - 然後去抵這件衣服 - 就可以省下很多錢 - 對 - 是好看 - 它旁邊也不會很貼啦 - 其實它的裙尾巴 - 是不是有點 - 它是有點微微的那種感覺 - 它是有點微微的那種感覺 - 微微微的那種感覺 - 所以你走路就是 - 多這種 - 多跨都可以 - 對啊 - 就是行動上面比較方便 - 因為它前面還有拍一點差 - 不會容易卡 - 對 - 很好看 - 很好看耶 - 而且我覺得它細節做蠻好 - 就是它前面那個布料 - 這邊它有做的一條 - 滿滿細節啊 - 就是比例上面看起來 - 就是會變比較纖細一點點 - 對 - 它的布料上面非常好 - 然後這邊抓皺啊 - 還有後面整個都是細節 - 就整個很修盛 - 好好看喔 - 一定要買這件真的是 - 版型非常的好 - Bravo - 尤其又是牛仔布料的連身 - 對 - 就是我覺得 - 因為牛仔布料偏硬 - 所以其實我覺得版型會很調 - 質感超好的 - 真的 - 針件真的很棒 - 很推你們 - 你是不是非常下去 - 這個口袋也都不是在那種車 - 它車邊都車得很好啊 - 嗯 - 好 換你了 - 好好好好 - 欸這樣子好像有點怪 - 我真的覺得你這件 - 這件就是介紹的就是 - 怎麼講 - 很合大家的口味 - 然後再來看到我的版型 - 是這種寬鬆的 - 會不會落差有點大 - 對啊 - 這會讓我修飾啊 - 都有服裙愛好者 - 對 因為像有些 - 我們剛剛有說 - 就是怡君身上的這件 - 就是它的腰封這邊 - 腰的這邊 - 伸縮是偏比較緊一點點 - 滿緊的 - 對 它是很顯腰身的 - 很顯腰身的 - 那像我們 - 有些比較肉肉的女孩 - 或是像我這樣子肉肉的女孩 - 其實我不喜歡穿這種 - 我會覺得有點舒服感 - 或是比較偏向 - 喜歡休閒感的女孩 - 其實你可以穿我這一種 - 對 我這一種也是藍色 - 但是它是 - 那個棉麻的材質 - 就是夏天棉麻的材質 - 非常的舒服 - 然後也不會悶熱 - 然後因為它是做直線條 - 所以其實 - 很修身 - 很修身 - 而且它是連身褲喔 - 你有沒有看到它是連身褲 - 超寬的那一種 - 超寬的那一種 - 對 它是很寬的那一種 - 所以有多肉的女孩都藏得住喔 - 我覺得非常好 - 那你看它的腰這邊也是 - 就是很寬鬆 - 就真的都很寬鬆 - 就真的都很寬鬆 - 你看它的側面其實都很寬鬆 - 就很大件啦 - 我覺得其實都不太用擔心 - 它這邊還有一點伸縮彈性 - 上身這邊 - 上身這邊 - 所以它可以遮住你的復服 - 如果你說你穿小背心 - 直接穿背心的哪一種 - 欸我覺得這件其實可以單穿欸 - 就是你可以裡面搭那個平口小可愛啊 - 平口小可愛 - 然後它這邊它其實沒有到很低 - 所以它其實 - 我的內衣這邊也不太會 - 不會露到 - 對不會露到 - 然後它再到這邊 - 可能會露出 - 一點點 - 差不多一小節而已 - 所以我覺得其實你可以穿平口小可愛就好了 - 然後它也不會卡到你的腋下 - 會感覺不舒服 - 而且它又是那種粗肩帶 - 其實這種粗肩帶對我們那種肉肉女生來說 - 會蠻好的一點就是 - 它可以藏住你的婦輪 - 然後像我手臂肉比較多 - 如果我今天穿的是無修的話 - 然後它這種是粗肩帶 - 其實也會多少修飾一下我的手部的缺點 - 我覺得是蠻好的 - 然後它這一件它有一個巧思 - 在於說它前面 - 它是做鞋的 - 這邊它是做鞋的 - 這樣大家應該有看得出來 - 這邊是做鞋的 - 沒錯 - 對這是它的小巧思 - 就一點小設計啊 - 看起來就是比較不會那麼的無聊 - 對就是前面一個斜邊的那種設計 - 而且它也有兩個口袋 - 就是大大的口袋 - 這樣子 - 你說明就是很輕便 - 很俏皮 - 很俏皮 - 對很俏皮 - 然後很輕鬆的那一種 - 而且不會有舒服感 - 你就是完全做自己的那種感覺 - 做自己 - 對啊就做自己 - 而且我覺得它長度也是蠻長的 - 它長度其實 - 到我的腳踝左右吧 - 腳踝左右 - 差不多 - 碰到我們的腳踝 - 碰到我們的腳踝 - 碰到我們的腳踝 - 是我唯一159 - 對我159公分 - 然後它的長度大概碰我的腳踝 - 對 - 所以其實高跟女排是OK的 - 這一款是軍馬沒有分尺寸的 - 軍馬沒有分尺寸 - 所以它的版型就是這樣 - 寬寬鬆鬆 - 大家都能駕馭 - 對 - 像我自己是有穿那個T恤 - 然後官網上面是試單穿的那種 - 照片給大家參考 - 因為不一定每個女孩都可以接受 - 就是細件那個 - 無袖 - 無袖的那種衣服 - 那如果比較害羞的女孩 - 其實可以跟我一樣 - 就是裡面帶一件隨便一件T恤 - 簡單的T恤就好了 - 對然後就可以把手手這邊蓋住 - 其實背旁邊那個新款包包也很適合 - 這個吧 - 都可以啦 - 我覺得都很搭 - 就都很野餐的感覺 - 很可愛 - 欸 今年有多流行草編包藤編包啊 - 超流行啊 - 超可愛的 - 超可愛的 - 或者沒有購入這種商品欸 - 而且它的這邊很有質感 - 對 - 我覺得它這邊是精華 - 它的精華 - 看起來就是 - 真的很 - 這叫什麼啊 - 竹子 - 竹子 - 竹子的那種 - 竹節 - 竹節的那種 - 很復古那種感覺 - 對然後 - 而且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 它的這個背帶 - 它是可以拆的 - 這邊是可以拆的 - 對然後它控- 欸 - 它是不是可以手提啦 - 如果你是想要出去 - 你想要手提 - 其實也可以 - 好 - 對然後或者是像剛剛這個 - 它這個背帶也是可以做調整的 - 就是可以拉長可以手段 - 你可以像剛剛那樣子扣上去 - 然後變成是肩背 - 或者是你再調長一點 - 然後它就可以變成斜背 - 其實都很OK很方便 - 這樣子 - 謝謝分享 - 謝謝麗菲的分享 - 對 - 一定要幫我們趕快分享起來 - 好不好 - 我們等一下遊戲會 - 就是沒有一個固定的時間 - 就是說開始就開始 - 所以你可以現在分享 - 然後等一下就不會 - 隨時 - 包包張張張的 - 然後還要跑去分享 - 對 - 我們喜歡出旗鼓 - 對我們就是要 - 等一下看人數 - 等一下就知道了 - 然後它這個的空間啊 - 它就是很像那種水桶包 - 它就其實是水桶包啦 - 這樣子拉起來 - 的這種水桶包 - 然後打開裡面的空間 - 其實我覺得它沒有到很小欸 - 它其實就是 - 可以該放的都能放 - 該放的都能放 - 你看我這樣手指頭伸進去 - 你好像看不太到 - 就它其實深的地方 - 也算是有一點空間在的 - 所以它其實裡面 - 可以放那種長夾 - 對 長夾或者是行動電源 - 然後手機鑰匙 - 或是零錢包 - 其實都很OK - 然後口紅啊 - 化妝包之類的 - 其實都可以 - 然後它裡面這邊 - 它就有一個小小的按帶 - 以及它後面這邊 - 它後面這邊 - 它後面這邊 - 好像看不太清楚 - 怎樣 - 這邊啊 - 我把它拉出來 - 它這邊其實會有兩層 - 對 有兩層的地方 - 隔間可以給大家放東西 - 然後這邊又一條拉鍊 - 對 你這邊可能 - 可以放一些比較隱私的東西 - 像是衛生棉 - 或是一些小小的東西 - 或是小小零錢 - 或是發票 - 其實都可以放這邊 - 鑰匙啊 - 鑰匙 對 - 怕不見的東西其實可以放這邊 - 我覺得這個包包是算是小小的 - 但是我覺得還是算夠裝的 - 造型的很有特色 - 對 很有特色之外 - 又可以裝東西 - 每關又好搭配 - 這樣子 - OK 推薦給你們 - 兩件顏色喔 - 如果你有喜歡的話 - 它有任兩件 - 1488 - 它是在這個專區內 - 所以你們也可以直接進去 - 它真的還不錯 - 對 - 我覺得這還不錯 - 這個你自己可以拿一件 - 像我們身上那種洋裝 - 或是褲子之類的 - 然後再搭一個包包 - 這樣一套才1488 - 沒錯喔 - 我覺得很OK - 好 - 然後我們身上這件 - 我覺得它質感很好 - 一樣質感很好那一種 - 它就是完全不會皺的那一種 - 是很有份量的那種學法 - 很有份量 - 它完全不會皺的那一種 - 它有黑色跟白色 - 那我就穿白色 - 它裡面的話 - 它就是有這種 - 那個什麼 - 內裡 - 內裡 - 不用擔心會透 - 它本身就是很厚的那一種 - 它的胸呢 - 胸線這邊有做那個 - 立體的車線 - 所以會讓你顯得非常 - 非常好看啦 - 就是那個 - 它的腰這邊也是 - 就可以這樣子摔 - 拍照的時候就是這樣摔一下 - 然後稍微轉個圈 - 其實就會有一些 - 那個裙敗的那種 - 很好看 - 它轉圈的時候 - 真是很飄逸的那一種 - 因為它是很氣質 - 比較有份量的那種學法 - 夏天就是要有白色洋裝 - 而且夏天應該很多人都會去參加那種白色的婚禮 - 白色主題 - 白色主題 - 這件就很適合去穿 - 因為它是比較偏保瘦的那一種 - 又不會太露 - 然後穿起來又很有氣質 - 還有一個口袋這樣子 - 就很適合去任何場合 - 然後它有黑白兩色 - 如果就是靠白色髒的話 - 也可以買黑色 - 對它有黑色的 - 因為白色可能就是夏天很適合 - 那黑色的話就更不用說 - 一年四季都很OK - 黑色在這 - 就是基本款黑啦 - 對 - 我就大概看一下就好 - 因為當有時候他們會參加一些 - 主題性的Party - 或者什麼之類的 - 那就是如果你的Dresscode - 是黑色或白色 - 我覺得這款都很安全 - 很能夠調 - 對 - 什麼人的身形都可以穿 - 一樣照尺寸啦 - 那因為後面的腰它有幫你收兩條 - 有看到嗎 - 這邊有兩條線 - 所以它會讓你的腰比較貼一點 - 但是屁股的話 - 又不會太顯出來 - 就是剛好給風這樣子飄逸的感覺 - 但是這橫剛好很好看 - 因為它這邊的副乳 - 因為它這是粗肩帶的 - 比較偏那種粗背型的那一種 - 所以它幫你的副乳遮得好好的 - 然後旁邊就是有這個隱形式的拉鍊 - 這樣拉到這邊來 - 就是穿脫也很方便 - 它副乳的話 - 因為我本身比較沒什麼副乳 - 但其實你們這樣直接看 - 它是完全折到的那一種 - 完全折到的 - 那因為它是有這種微方靈的設計 - 所以也是可以很修飾你們的臉性 - 那一樣可以顯現你們的鎖骨 - 非常的好看 - 這樣子 - 畢竟它是白色的衣服 - 所以還是建議你裡面的內衣或內搭 - 就是穿淺色系的 - 白色或膚色都可以 - 對 - 然後它們再轉一圈 - 再轉一圈 - 而且我覺得這一件啊 - 就是那個異君身上穿的這一件 - 假如說你是單身啊 - 或是你想跟曖昧的對象出去 - 但是你有想要一點性感 - 然後又不想要太暴露的話 - 其實這件就很舒服 - 就很氣質很有安全的那種 - 如果想要get到男生第一眼的好感的話 - 這件很OK - 對 - 它旁邊也不會太高 - 莫名的有種清純感 - 對 清純感 - 我覺得應該很多男生是這樣子的菜 - 哈哈哈哈 - 這樣 - 對 就看起來乾淡淨淨 - 很有氣質的那種感覺 - 而且又簡單不浮誇 - 而且其實我們兩個這樣子走在一起 - 也都是這種白色婚禮怕的那種感覺 - 白色的那種主題系的 - 但其實米色也還OK - 米色跟白色其實差不多 - 就那種色調重一點就好了 - 我覺得這樣穿都很好看 - 那這一件的話就更修繩了 - 你知道這一件對我來說 - 因為我覺得站在怡君旁邊 - 其實我們壓力都很大 - 因為大家都知道怡君太瘦了 - 而且他是S號版型的人 - 然後我們M號版型的人 - 其實就會有點害怕在那種 - 那麼瘦的女孩旁邊 - 因為會顯得我們很大隻 - 那我們要怎麼去修飾自己的身型 - 就是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顯胖的話 - 就挑衣服穿 - 對你就要挑對衣服 - 像是你看怡君 - 怡君他瘦 - 所以他可以穿這種無袖的 - 然後他手臂細所以沒有關係 -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手臂有肉 - 我不能像他這樣穿 - 不然我們兩個比起來會很恐怖 - 對所以我們可能就要挑 - 對挑這種有一點點那個袖子 - 對有一點點袖子 - 可是不用太長 - 就有點削肩那種感覺 - 其實這樣子的話 - 反而會修飾你手臂有肉肉 - 就很順你的肩膀 - 然後又可以修飾手臂比較細的感覺 - 因為他這邊有空間 - 因為其實我覺得落肩的衣服 - 反而就是最不會閒的你就是肩 - 就是會隱藏掉你的肩膀 - 對 - 所以我覺得其實我們那種比較肉肉的女孩 - 你想要 - 你不可能贏她們嘛 - 因為這沒有辦法事情 - 要贏她們可能要很久 - 但是當下我們能處理的話 - 就是我們用服裝 - 對服裝上面的搭配 - 然後讓自己跟比較瘦女孩比起來 - 不要太太那麼大 - 跟我去健身 - 跟我去健身 - 我以為這件我很喜歡 - 我以為這件也很好 - 我們會玩這件 - 我以為現在現在穿的顏色是白色 - 但實際上它的本人的顏色 - 偏米 - 它有點對 - 因為米白灰白 - 偏米 - 米白灰白那種感覺 - 而且它這邊有打折 - 對 - 所以它可以修飾 - 一樣讓你的胸部的線條 - 看起來更有層次感 - 而不是平坦的過去而已 - 就真的啊 - 你才平坦咧 - 沒體貌 - 沒辦法 我就平坦而已 - 所以我得買這種衣服 - 對 就是我們女孩自己 - 要知道自己的缺點在哪裡 - 然後去找衣服去 - 修飾一下你的缺陷的部分 - 當然你的優勢 - 你當然要把它放大出來 - 那是 - 就是自己要挑衣服 - 完美完美 - 非常好的 - 因為它前面就是有附一個綁帶 - 我覺得它綁帶也很加分 - 我覺得它綁帶其實還不錯 - 因為像我這樣沒有搭 - 其實大家就看起來會有點 - 好像少點什麼空空的感覺 - 對 有種空空的感覺 - 雖然它有打折沒有錯 - 那我覺得它的腰身可能 - 些微沒那麼明顯 - 因為你看這邊我還有空間在 - 那如果我用腰身這樣綁起來的話 - 其實會更細 - 剛好就讓整個就更皺了 - 對 更皺一點 - 可以遮你們的小腹 - 對 像我們剛剛吃飽 - 其實我們非常需要這種東西 - 非常需要這種配件類的東西 - 然後來隱藏一下我們的缺陷 - 我們剛剛吃飽我的小腹 - 對 這件我也覺得很讚 - 然後它一樣是兩個顏色黑白 - 然後尺寸是S到XL - 微微穿M號 - 對 S到XL - 尺寸正常 - 版型正常 - 是的 - 對 你就需要一個去光條 - 然後你現在如果有喜歡 - 今天介紹的商品的話 - 現在剛上架都有新品折扣 - 新品折扣 - 欸 我跟你講 - 今天就是先幫我們按讚加分享 - 然後我們等一下小遊戲 - 如果就是剛好你有抽到的話 - 就是500塊的購物金之外 - 它現在又有新品的折扣 - 會稍微折掉一點價錢 - 然後你再拿500塊的購物金去買這個 - 欸 真的是雙重福利欸 - 真的是雙重福利 - 而且我們現在很多1488的商品 - 你如果用搭配的去買的話 - 其實運費也會省下來 - 我們買2000免運嘛 - 那你其實買一組1488 - 然後再買這件 - 然後再用500塊的之後 - 你搞不好都還有10 - 就是都剛好超過那個 - 現在每個人都有500塊的購物金 - 沒有 大家都有可能有 - 有購最美 - 對啊 - 欸 我真的很就是 - 誠心的建議你們一定要踴躍的參與 - 這樣的話我們才可以去跟黑妞 - 就是再多邀一些名額之類 - 然後來造福各位 - 好不好 - 我也是希望每個人都有500塊的購物金 - 我也想要500塊的購物金 - 我們自己也很想邀 - 對啊 我們要爭取多一點名額 - 這樣它大家的那個配額度 - 就是大家互動的程度越高當然越好啊 - 對不對 - 因為我現在在鏡頭裡面看你穿這件 - 我覺得真的很好看 - 所以我要把它買黑家 - 我覺得這件真的很OK - 很OK - 又不是那種全白 - 不會怕很容易用髒 - 對 - 我覺得它就是屬於那種 - 要正式有正式 - 但是它也不會過於就是死板板式 - 對 - 你也可以穿得很少 - 上班也很好穿 - 一套這樣一個就方便 - 而且你看它還有口袋 - 口袋我真的是很喜歡 - 裙裝然後有口袋 - 對 - 這樣拍照也不乾淨 - 然後裙長我覺得也很OK - 對 裙長就是在我的小腿肚一半 - 因為其實我覺得真的夏天到了啊 - 就比較相對不會想要穿裙長太長的 - 怕悶熱 - 對 就是想要穿像這樣子就是 - 剛好到小腿肚一半啊 - 左右的裙子我覺得是最剛好的 - 好好秀喔我在那邊抖 - 喜歡打喜歡 - 喜歡打喜歡 - 喜歡打喜歡嗎 - 喜歡打喜歡嗎 - 喜歡打喜歡 - 是喜歡我嗎 - 沒有沒有 - 還是喜歡衣服 - 瞬間調人 - 欸欸欸欸欸欸 - 怎麼可以這樣 - 我這樣不玩遊戲我告訴你 - 而且它是V領的 - 它就是一個小V啦 - 就是小V領 - 所以對於我來說 - 非常的友善 - 因為我就是 - 很友善 - 大家都知道 - 友善校園 - 對大家都知道我臉比較遠一點 - 所以需要這樣衣服上面的修飾 - 來修飾我身上的鎖鞋 - 沒關係沒關係就沒啥毛病的 - OK啦 - 而且我覺得你腳上那雙鞋真的 - 喔對我剛剛介紹都沒有在講我們的腳上鞋子 - 我腳上的鞋子也是我們折舟新品 - 對 折舟新品 - 超多顏色 - 然後跟也有不一樣的 - 我把它戳下來 - 大家可以去官網看 - 你看啊我很喜歡這種鞋 - 就是它是方頭的 - 因為我覺得方頭對於就是腳系的女生 - 或者是腳扮比較大一點的女生 - 其實都很適合 - 就是這種方頭的鞋子 - 可以修飾你的腳看起來比較不會那麼的臃腫 - 對 - 然後這邊有兩條白色的線條 - 那大家看到我的穿法 - 就是我的大母哥是穿到這個洞洞裡的 - 對 然後四肢 - 應該大家都知道吧 - 我不知道喔 - 有些人可能不會穿 - 他搞不好想要把它全部擠在裡面 - 對不對 - 有什麼人我好奇 - 不要這樣講 - 搞不好就是有人好不好 - 因為有人就可能會這樣 - 然後 - 像這邊它有一個那個透明的那個 - 這叫什麼 - 透明的條 - 就厚厚的條啊 - 這叫什麼 - 沒什麼 - 壓克力條 - 壓克力條 - 對 我覺得 - 你知道這個的用意在哪裡嗎 - 第一個就是它比較不會掉 - 之外 - 它會讓你的 - 鞋腳長 - 對 它會讓你的那個腳背 - 鞋腳長 - 就像我 - 鞋喊腳這樣 - 不要看我沒有 - 直接延伸到底 - 它看起來就很像是整個比例會拉長一點 - 因為它又有一點跟 - 對 它又有一點跟 - 而且它的跟 - 你看 - 這個是透明的那一種 - 然後是方頭的 - 方塊 - 正方形的那一種 - 後跟 - 水晶跟 - 那當然我們也有其他的就是跟鞋 - 就是細跟之類 - 也是這一雙 - 但是它有其他顏色 - 或是跟 - 對 都有不同的 - 如果有喜歡可以去挑選 - 那這款基本上它就是四個顏色 - 然後兩個款是五公分跟七公分的跟高 - 那五公分就是 - 像這樣子是這種比較方形的感覺 - 方形的這個是五公分 - 那七公分的話它就不是這種透明水晶燈 - 它就是比較就是細 - 細的那一種 - 你可以看你的需求去挑選 - 是低 - 像這種就很百搭 - 它雖然是細的那種 - 那個什麼 - 細的斜 - 那個什麼 - 那個什麼 - 斜什麼 - 斜根嗎 - 還是什麼 - 就是那個面啊 - 喔你說線嗎 - 斜面 - 斜面 - 它雖然線是細的 - 但它不會讓你的腳趾頭會痛 - 對 它不會 - 其實都不會啦 - 就是這個 - 這個旁邊也不會磨 - 然後這個線 - 白色的線這邊 - 也不會磨你的腳 - 完全不會 - 因為它就是軟的 - 像不像那種腳要脫 - 因為我前幾天穿我妹的鞋子 - 都拿我妹的鞋子 - 都拿我妹的 - 它的鞋子就有一雙類似 - 像這種有線的這樣 - 但我穿起來就超痛的 - 走幾步我就受傷 - 但這個鞋子就是在家裡試穿 - 對 - 你走出去你就知道真的 - 對 - 對 - 這個我們已經試穿好幾遍了 - 而且妳放心 - 我們的鞋子 - 黑妞一定會試穿 - 好不好 - 所以大家都可以放心 - 我們一定會挑選過 - 黑妞一定會挑選過 - 它這種完全是不會勒腳的 - 對 - 而且它又是軟的 - 其實不會去卡那個啦 - 我們腳縫縫那邊 - 就不會去卡 - 就非常的好 - 卡 - 很美 - 很美吧 - 你看這樣子一雙 - 然後搭配這樣子的裙子 - 可以 - 然後或者是你可以搭T恤 - 牛仔褲其實也可以喔 - 就是可以休閒 - 然後或者是可以很氣質 - 這樣子也是 - 都可以 - 非常的好搭配 - 而且像我就是高跟鞋不會走 - 所以我很喜歡這種 - 比較低跟一點 - 但是有跟 - 粗跟低跟 - 然後就會好走 - 對好走之外 - 還可以把腳的那個 - 比例再拉得更好一點點 - 像如果我今天穿裙子 - 但是我穿的是一般的 - 提琴的拖鞋 - 都是平底的拖鞋 - 其實我的腳比例會有差 - 會有差 - 真的有差 - 真的有差 - 所以推薦給你們 - 希望你們家裡都要一雙喔 - 夏天來就是要一雙 - 百搭涼鞋 - 百搭涼鞋 - 對啊 - 這種鞋子也可以穿去海邊 - 海邊也是可以啦 - 因為其實它有一點點的根 - 其實對於那種 沙灘上面假如說比較燙的沙 這種的話就可以隔絕 就是你的皮膚直接碰到沙灘燙到 夏天我最喜歡去那個北海岸那邊 那邊有一排全部都是那個景觀餐廳 什麼公雞啊 你說那個潛水灣的女生 那裡我也喜歡那裡好舒服 對 那邊蠻推薦大家去的 這禮拜是不是要去一下 可以 我今天就想去 你今天想去 那你線上海黑牛好不好 黑牛不知道在澎湖怎麼樣 他應該沒有在看啊 他應該沒有在看 他都不知道去玩去哪裡 如果你們 你們大家有沒有人在澎湖遇到黑牛 有沒有跟他say hi 他們一家三口應該蠻好認的 而且黑牛傳回來實拍簡直就是 美爆啊 超美超美 只是黑了點 都發光了 黑到滑光 黑金鋼 他是金鋼喔 可是他也讚嘛 黑金鋼 他說他是黑鑽石 黑鑽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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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以為是哪顆葡萄 看到他剛剛打招呼 都跟他講說加碼500塊喔 對 可是他要求 對 名額太少了 謝謝Jenny Wang的分享 好 我要介紹身上這件 超級涼爽的 超級輕 超級輕的這種 他是 綿的 很薄的那種 薄的那種綿的 然後就是格紋設計 所以 任何 任何 任何的身材 都可以駕馭這件 可以 很明顯的 就看得出來吧 甚至是 因為媽咪都可以 完全 那 他的下面這邊呢 他是可以 不會讓你很害羞 不會看到 玩笑 不會看到奶頭的那種 然後 他這邊 整個很寬 有沒有 所以他 其實風飄的時候 也都會很好看 那 也有點圓領的設計 然後鎖骨這邊 都是這樣 很輕鬆 一件直接套上來 就可以了 可以馬上 快速出門 然後又不會顯得 非常邋遢 他的格紋是那種 我們都覺得 怡君應該很喜歡 喜歡什麼 這件衣服 對啊 因為我很邋遢 不是邋遢 是我剛剛 那個小幫手 在討論說 這件是比較 屬於哪一種類型的女孩 我們一致覺得他就是屬於那種 森林系的女孩 對啊 我們輕感的女孩 對啦 感覺就是要再配一個貝蕾帽 或什麼之類的 然後就帶一個大 那個什麼 大的那種 帆布包 那種感覺 其實這樣 很像去買菜的 什麼去買菜 再換一個 新款的 這樣我覺得太花了 好像也不搭 要再拿那個 要數一點 一種 要數一點 你們再自己看 對 你們再自己看 超好笑喔 你們再自己去看 就可以自己拿人家搭配 對啊 因為我 你如果去那種就是 文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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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這是文創市集的地方啊 可是我覺得市集現在 都大同小異耶 真的 所以你想來創新嗎 我知道 因為我喜歡說 每個禮拜都去逛啊 因為我們台北最著名的幾個 文創圓區都剛剛宜鈞獎那幾個 一定要有山 可是卻沒有山 沒有山 就不是山 我就不懂為什麼要去 明華山 松山元山 很感到文藝 對啊 都不是山啊 都是很熱鬧的地方 大家都有聽到 怡君會在哪裡出沒 如果是怡君的粉絲可以去賭他 應該不會啦 還沒有什麼粉絲 慢慢慢 搞不好你不知道 而且潛水的朋友們 有沒有潛水的朋友跟我們是一個嗨吧 哈囉 如果想知道我什麼事情的話可以 可以私訊 對 用秘密告訴你們 應該有點興趣吧 我知道啦今天如果留言說 我是怡君的粉絲多加500 我這個 誰 我亂說 怡君等下自己去跟 對就說不好意思 因為今天我們直播就是有特殊狀況 所以搞了多一個名 那幸好我現在沒有粉絲 好好笑 不會啦我覺得 因為怡君的版型就是偏瘦小 所以一定有他的群 那個族群在 真的很好看啦 而且因為我上班的時候我就很懶 就不是因為要畫 不是因為要直播拍影片或什麼 我就是完全不會想化妝的那一種 那這件衣服就完全是符合我的期望 直接套上來就可以直接出門了 對就不用再 特地要想怎麼搭配啊 或者是上衣跟下手要怎麼配啊 之類的都不用 對 而且我剛剛摸到其實這件衣服 很軟 欸很舒服欸 很柔軟 很柔軟的事情 所以你們這樣光透過鏡頭看 好像看不太出來 但是它其實就是很輕薄的那一種 對啊 輕薄然後很舒服 而且這件我跟你們說 我沒有燙過 就是它不易皺的意思 然後它不會皺 真的直接袋子拿出來 甩甩 又是新的 好像這種帶出去旅行最方便 對 因為我們的話用旅行袋或行李箱之類 其實衣服上會摺來摺去 那其實這種軟褲的話 就不太會皺 然後你們這樣一摊開 你就不用再帶一個運動湯去 對 而且一件就直接不用想搭配 隨時就可以出門 像我們出去玩 有時候都可能很早 七早八早 就要起來吃早餐 然後就可以趕行程 這種衣服很方便 對啊 我覺得我們兩個這樣搭也很好看 因為都是屬於黑白格紋 對我也是黑白格紋喔 是不是小格紋 好 我剛好像沒有幫你拍到這一支套 那你幫我們拍一下 啊 我們站在一起 這套剛好可以 幫你幫你拍照 等一下 雖然說我們家 那個直播人向來都不太喜歡我拍照繼續 可以吧 現在有多一個比較好看的 會不會講話啊 到底要不要讓我拍啊 好 蛤 好啦 換我 我們來看一下大家有沒有什麼 問題好不好 如果有問題的話 其實都可以跟我們說 好沒有 謝謝 好沒有的大家都是分享 非常好會分享就很好了 知道順點就好了 對 一定要先分享 我們等一下會隨時會進行小遊戲 所以你先分享的話 分享按讚 等一下就不會就是手忙腳路來的說 遊戲開始了然後結果你沒參與到 就不好意思 下一次 好然後像我身上是連身褲 那這件連身褲 它就是一個價錢兩件衣服 就是我裡面的這件T恤 然後再加這件褲子吊帶褲 非常的可愛 兩件是套裝 對 你要可以嗎 好像 會不會 會不會髒髒 都不知道 不好意思我已經來亂 好然後這一件呢 它的T恤就是簡單 它就是一件正常的T恤 可以拆的 可以拆的那種 可以拆開分泰式那種 然後原理 正常T恤你可以自己拿去做搭配 對 因為黑色T恤其實很好 很好搭吧 就大家衣櫃裡肯定都有黑色的T恤 然後 把它這樣子 吊帶褲 弄起來 綁好 就好了 而且大家有發現嗎 這件吊帶褲它的特色就是 有沒有看起來這邊很像一個花包 就其實這種衣服 對於那種肉肉女來說也是 就是很有福音的一件 因為它就是會長肉 對很羞恥 然後 它就是會提升 胸部這邊會感覺比較豐滿一點 因為它的視覺 視覺上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邊 九一比例 對 九一 這邊我的身體謝謝 這邊都是腳喔 這邊都是腳 對 所以它的比例會非常好 而且它又是做那種花包式的上衣 對 所以它就會看起來 你的身體這邊會比較瘦一點 因為它這邊空間很多嘛 你視覺上面看得比較瘦 它這個肩帶是可以調整的 噢 它這個肩帶是可以調整的 所以你不要再細密會太長 這邊可以做調整 對 所以你可以去調你要的長度 像高個女孩的話 這件你就可以調長一點 那這樣的話你就不會有卡當的問題 卡當的問題 是的 所以這件非常的適合就是 各個身型跟各個尺寸的女孩子 好 然後這件它前面就是牌口 它這個綁繩是可以拆的 它拆開來就長這樣 就真的是寬鬆的一件喔 它真的是一件寬鬆的 突然覺得很像馬力兄弟那一種 它就是寬鬆的 但是它就是故意要做寬鬆 然後讓你用這個腰帶去綁出 才能綁出這種花包的形狀 那這樣換你上半身才會看起來瘦 然後下半身就是寬寬的那種寬褲 就是會 像我大學這邊比較有肉 所以其實它 你這樣子看起來不會覺得我大腿很有肉 因為它就是做寬褲 大家會覺得這件褲子本來就是這樣 然後它看你的上半身 欸你上半身是瘦的 那你這個人應該就不怕 就是別人的猜測就是這樣子 好不好 衣服就是這麼好 修飾就是這樣 對 修飾度非常好 然後它這邊就是排扣 就整個都是可以拆的那種 可拆式 可拆式 真的扣子 對 可拆式的 然後它的細節就是 黑白格紋 小格紋 看起來其實就比較不會那麼的 花俏 或是有些人不喜歡 太大的那種感覺 它就喜歡這樣 看起來好像素素 但是近看 欸它是小格紋 對它的小細節就在這 它連這種袋子啊 袋子上面也都是 都是小格紋喔 就是完全就是 千鳥 欸沒有啊沒有 沒有沒有它就是格紋 它就是格紋 對對它就是格紋 然後就是配合這整件褲子 然後它其實這件就是黑白格紋嘛 所以我覺得 你裡面的那件T恤 如果你換成自己家裡的白T也很好看 白T黑T都很OK 都很百搭 這樣子 你看它的花包就出來了 然後口袋 就是正常 正常的 而且其實我這樣 我覺得連身褲 不是討厭 就是我覺得連身褲不太方便的是 就是你出遊玩的話 你在外面上廁所會不好穿脫 但是像這樣子的連身褲 就跟一般的褲子衣服是正常的 喔對 就其實會比較 呃 比較不會那麼的尷尬 就你出遊玩不用整天脫下來 它就跟我說 對還是快的 就是一般正常的說 要多快 要馬上連身褲 多急啊 是多急 不是你知道我們之前 都是去員工旅遊嗎 那時候在機場上廁所 我那天就穿連身褲 然後又穿罩衫 那還會被包包 然後我進去廁所 好像有包包脫掉的把外套脫掉 脫衣服 脫衣服 別鬧了 這樣會覺得我自己到底在幹嘛 幹嘛整自己呢 所以 喜歡連身褲的話 也可以這樣子好不好 這也是一個價錢 一個價錢 兩件衣服 然後你要出遊玩的話 其實穿脫都很方便 就是 也不用自己在那邊 拉褲面的拉臉 它就是從前面的扣子開 對 然後又有花包的西裝 就非常的可愛 非常可愛 這樣子 這樣看起來超瘦的耶 看起來超瘦的吧 對 真的嗎 妳也好適合這樣子的衣服 我發現妳的那個耶 衣服路線變寬了 欸欸欸欸欸 我沒有 對 路線變寬廣 喔路線變寬廣 而且 這件衣服 它就是黑白的 那個 顏色 所以它其實黑色居多的話 它其實就會看起來顯瘦一點 對 修身顯瘦一點 好嗎 它 露露女孩其實不可恥 可恥是妳不會打衣服 沒有 不是啦 就是推薦給露露女孩 好不好 就是我們 我們知道我們缺點在哪裡 但是我們要努力的把它修飾好 或是藏起來 好不好 好啦其實我們都不會說話 對啊 我們都不太會說話 不好意思喔 露露女孩如何 我露露女孩有了愛啊 對不對 我跟妳講 露露露露露天 我身上這件一樣是很鮮的那種 就是可以一樣是 好度假喔 海邊 然後婚禮 伴娘 任何約會什麼都很適合 它又是清婚紗的概念 對 我覺得這個當那個 喔 這 幹嘛 受不了 又想到什麼了 這很好看 真的 這件 突然想到就是 去澎湖那種 其實這件就很 很像 很像海邊的衣服啊 這家的這種 這種竹編的配色 就很好看 然後再帶一個草帽 或是帶一個 那個眼鏡 對 那它這邊 就是修飾這裡的 剛好 腹乳的地方 可以幫妳遮得很好 就是這次的新品 都還蠻 蠻友善的 這次的新品都很優秀 對 都很棒 我是喜歡這次的 都好值得拜一下 這邊就是 很修飾嘛 然後它是有一點 蕾絲的那種 空空的 這邊也都是蕾絲的 那裡面就看妳要怎麼去 看妳要貼胸貼啊 或是 穿小可愛都沒關係 因為小可愛的話 我裡面是小可愛沒錯 然後 它是不會肉出來的 它後面的話 有這種鬆緊的 有看到嗎 對 剛好 有這種鬆緊的 所以不會讓妳很勒很緊 然後還可以調節妳的那個 這個整個長度很高度 那後面的話就是還有一個拉鍊 所以妳不用擔心會不會穿不進去 然後它這個滿滿的細節 還有做一個腰封 跟那個 樓空的 中間腰部的地方有點小小的 中間是樓空的 然後下面的話 其實它都是樓空的 那因為下面它還有一個內裡 所以妳不用擔心會不會 它就是那種刺繡雕花那種感覺 就很精緻 我喜歡這件 很精緻 質感很好喔 質感很好 而且像女生怕曬 對 謝謝朱莉凱按讚 這件就很好看啊 其實我昨天有 因為我們有拍一部影片 叫白色系列的影片 然後我就有穿這件在裡面 我就跟我男朋友看 他就覺得這件真的很好看 所以如果有女生喜歡 不知道白色到底要選哪一個的話 這件真的滿推的 因為它就是很清涼那一種 但是彈性的話 布料本身是沒有的 那它後面有這個彈性 所以它完全不會讓妳有勒住的感覺 包含它後面的腰身 後面的腰身是有彈性的喔 看得到吧 這樣子 滿滿細節 然後這邊就可以很修飾 整個完全修飾一點 那因為其實我是小兄女 所以這個完全不會讓我感覺到害羞 就完全不會那種空空 也不會空空的 然後又不會太低 也不會太高 這樣是剛剛好這樣子 沒錯 我覺得這件就是走那種 就是浪漫清新的風格 然後胸部的話 這邊也是有做線條 就可以讓更 整個視覺看起來更立體這樣 很好看 你知道它這個真的就是 你知道遠看可能還好 但你知道那個近看那個細節感 真的讓人愛不釋手 我來問大家 你看怡君那麼瘦 然後他穿西天帶 然後又穿這種 就是沙灘上面 我們如果去海邊玩那種洋裝 我們肉肉女孩要怎麼打敗他 穿個罩衫啊 不行啊 我覺得穿罩衫 女孩就是把他這樣彈飛 對啊就是這樣彈他有沒有 把他彈走 不是啦 我們是想說 如果我們肉女孩穿罩衫 除了穿罩衫之外 我們有什麼辦法可以 不要說打贏他啦 就是起碼可以跟他平起平坐 平起平坐 哈哈 走進來就好了 你看 我就覺得 你看我們去沙灘其實也是 滿滿修飾 對我們也是要 也是要展現出我們的優勢 好不好 瑋瑋的優勢就是這樣 對我就是這樣 就是我們挑衣服要挑 你看他就是 他可以穿這種素的 有些女孩喜歡穿素 但是我們可以在其他方面 像是我們的布料 我們的花色 對花色上面比較強眼一點 這也是我們吸引的另外一個方式 就或者是你看我的細節 這件真是滿滿細節 欸戴文真問說 可以穿桃紅色短褲嗎 是想要看S號還是 你留那一件吧 對想要是要看我 想要看我嗎 我是S號的 對 好你先進去 要嗎 要穿嗎 要穿的話 幫你安排一下 對啊 看你是要看S號還是N號 對 你再幫我們留言一下 好換我 然後你看這一件 這件也是非常適合穿去海邊 然後像我這樣子肉肉的女孩 其實他這邊 胸口這邊有做一點那種荷葉邊 那種感覺 連同你的腋下這邊 那這樣的話就是會修飾到你的腹 你的腹完完全全的就是被藏起來 因為他剛好修飾到的地方 就是完全把你的腹的地方全部遮住 然後之外 胸部大的女孩 其實這件都是很有彈性的 對這件彈性很大 所以就不用太擔心說 就是上身的衣服會穿不下 然後手臂的地方呢 雖然我是全露出來 而且他是細肩蛋 但是他的巧思在於說 他的這邊 他的這邊 袖子這邊有做一個 就是鬆鬆的 他不是像這樣子勒緊我的肉 這樣勒緊我的肉 其實反而會 呃 看起來比較不好看一點 可是你看他做這樣子鬆鬆 鬆鬆的 然後好像掉在那邊那種感覺 其實就是有修飾你的手臂也有那種感覺 對 就不會卡住的那種感覺 然後兩邊 而且他這個設計非常好是 你這樣舉手他不會掉 有沒有 因為他是做分開的 他是做分開的 所以他其實就不會掉 非常非常的優秀 然後你看他的布料 他上面就是 他是藍白啦 藍白的布料 然後他就是有深的 有淺的 然後白的比較多 白的底 然後藍色的 三角形 其實我覺得這圓看就像 海浪 打起來的那種 浪滑感 對 有深有淺的那樣子 而且你看他的前面 他就是前短後長型那種感覺 他下面下擺這邊開岔的地方 他的旁邊這邊也是做那個 就是有 荷葉邊 對 他下擺整個都是荷葉邊 所以看起來就是更浪漫的一點 而且他是做斜邊的開岔 斜邊的開岔 所以你這樣走路 其實露了一隻腳 若一若現的感覺 然後當然你穿這件裙子 你可以就是 像這樣子外出拍影片 或是拍照片 拍照片的話可以這樣穿 然後擺得很優雅的那種感覺 又或者是你可以直接穿比基尼那裡面 然後當那個沙漢上面的那種造衣那種感覺 就是你去可能灌完景點啊 拍完照之後 你要下海之前 你就可以直接把這個衣服直接脫掉 當成是那個造衣的那種感覺穿 比基尼的上衣穿那種感覺 因為就反正都很海邊嘛 而且這間超好拍照 這間就是後面程度很夠 所以你其實走起路來它會很飄 它很飄逸 那當然動作的話你就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邊開的地方我覺得它 有偏高一點點 就是你自己的動作要自己小心一點 或者是你自己裡面穿一點短褲也可以 如果你的動作比較大一點的話 你裡面可以自己加一個小短褲在裡面 比較不用怕曝光 對 文先生想要看那個桃紅色短褲 宜君已經去換囉 已經去換囉 好開心喔 你再等它一下 在等它的時候 可以先幫我們按讚加分享嗎 我們遊戲隨時會開始喔 我今天穿的內褲比較薄 什麼 所以它這個就是會有一點露屁股蛋 但因為我的腰比較鬆一點 這個我是穿S號啦 那這個腰還是稍微鬆一點 所以我會建議再繫一個皮帶往上提 然後側邊的話就會隱約露出你的屁股蛋 看得出來嗎 很性感的一點 那我是沒有往上拉拉 因為我今天內褲才比較薄 就看不到這樣子 這樣子再撈靠一點這樣 比例看起來會更好 對啊 你看假如今天它的大腿露比較粗一點 其實這件褲子是很修飾的 很修飾的那種 因為它的褲管比較寬 對所以你的腳看起來會特別顯瘦 但是它的褲超俏的欸 對啊 就很多 很多空間 很多想像空間啊 什麼想像 對啊 就很多想像啊 然後基本上它不是那個 就是牛仔布料 對它是雪坊的那一種 所以它穿起來是涼爽的 對這邊是打針 然後很通風 欸這件這樣其實是 是不是也蠻適合穿去海邊啊 我覺得很修飾的 因為它就沒有口袋 所以它不會有雞紗的那個問題 哦 雞紗 懂完喔 我就是做過這種蠢事啊 懂完懂 懂完懂完 懂完懂完 就有白色黑色跟桃紅色 那黑妞最喜歡的就是很亮點的桃紅色 桃紅色 比較騷一點的顏色 對 這個其實我現在還是建議會拉高一點 比例看起來比較好 對 或是可以細皮帶 細皮帶 是的 然後宜君現在這件就是短褲 然後或是瑋瑋身上的這件洋裝啊 如果黑妞在澎湖都有穿 那我們實拍都有放上我們官網的就是 照片裡面可以去看黑妞熱騰騰實拍 真的是熱騰騰 熱騰騰 黑妞 就是昨天說一定要趕快把熱騰騰照片給大家看 它前面的話它這邊就是有做這種一點打折的 就可以修飾你的小腹跟肚子 那看起來很平 好不好 這個肚子 沒錯 然後你看它又是那個V 往上的上V 對 所以就是那個整個就是 看側面的話那個腿就是好長 很長 真的很長 然後這樣可以做一點 真的是因為穿內褲啦 所以不敢拉太高 謝謝成軒的分享 你要不要先來玩遊戲啊 對啊 21分 喔好啊 來玩吧 來玩遊戲啦 玩遊戲囉 你們按讚加分享了沒 趕快先去按讚加分享了沒 再給你們5秒鐘的時間喔 對 這次要寫一個有關自己的東西啦 好不然這樣才有那個 讓人是 讓人是 讓大觀眾認識我們的一個 一個東西啊 對不對 例如寫號之類的 對 不是 有沒有在上廁所啊 我就一定有人忘記 好可怕那裡沒人在記吧 大家都瞎猜喔 你不是說猜你們的寫號嗎 是還沒啦 還沒開始 欸紙跟米有嗎 來喔 等等喔 來來來來 好 來 1到50嗎 比較少 好 趁現在人少少的趕快喔 對啊 還沒按讚加分享趕快 已經寫下來之後 我等一下就要上分隔線了喔 空白的 空白的喔 唉 要寫多少咧 啊 我的年次 你確定要這樣 你的年次 對啊 生日 你的年次是1到50 沒有啊 50到100啊 怎麼可能1到50 50到100是不是 對 50到100 分隔線開始才可以留言喔 等一下喔 等一下喔 分隔線開始才可以留言喔 這邊是50到100 50到100喔 猜猜猜 可以先看一下 好了嗎 我分隔線要準備上囉 可以 可以喔 來 50到100喔 提示是我的年次 對 阿妳要說妳誰 她說妳 妳看起來幾歲這樣子 欸我年次怎麼會是66呢 很恐怖欸 要現討喔 宜君是民國幾年生 對 民國幾年 妳像年次他們可能誤會 民國幾年生 對 我是民國幾年生 欸大家都覺得我 有年紀 好難過 宜君 有點過 快 快接近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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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 妳要不要過來跟我一起看 好啊 等我一下囉 快喔 快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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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讓你們跑一下 現在我們等一下要來刷囉 對 開始啊 喔 對 當然還沒有拆到喔 加油 欸90真的太看得起我了 90歲還可以工作嗎現在 現在可以了嗎 現在10 不是啊90年次的話 我不知道欸 今年是 110 還是109 109吧 現在110 110了啦 是嗎 對 可以工作了 我有看到有人猜中 欸有人猜中欸 有人猜中欸 有人猜中了 是誰 黃 黃巧君 黃巧君 是黃巧君 恭喜巧君 對 對吧 欸沒有喔 我們是以這台手機 我們是以我們的手機 對對對 對 因為我們有錄影 所以是以我們的手機為主喔 那恭喜黃巧君 請問一下黃巧君 有沒有按讚加分享呢 我們來讓小幫手去檢查囉 好 先這樣 先這樣 嘿嘿嘿 黃巧君有按讚加分享 等一下會幫你們檢查喔 等等喔 我們來檢查一下 對啊 我身上這件衣服也是新品 等一下會介紹 喔 恭喜黃巧君 獲得我們五百塊購物金 欸五百塊真的很多 真的 五百塊很多欸 大家有沒有問題呢 有問題的話都可以留言給我們喔 可以穿背心什麼都可以 那我覺得這樣穿也可以啊 可以啊 雙罩上也可以 不會啊 不會掛 有嗎 有嗎 黃巧君有嗎 他都有按讚加分享 有 恭喜恭喜 幫我們失去我們的小幫手 然後他就會 跟你做後續的處理 好 好啦 換我啦 他這個上衣有三個顏色 好 欸你等一下會穿嗎還是 你穿的是不同件嗎 對不對 我穿另外的 那我穿別的 好 那我們要介紹一下我身上的上衣 我上衣就是 大家剛剛有聽到 一句說 三個顏色 但是我沒有看 蛤 好 沒關係 我就示範我藍色 對藍色給你們看 然後他就是 這一種就是透膚的 就正常的透膚的 所以他不是 瑕疵喔 他就是 他的設計就是這樣 對他就是故意做透膚的 然後他就是一件 上衣你可以就是單穿 或者是 當罩衫 然後我的話 我就是把它綁起來 像這樣綁起來 很像一件短板的上衣 然後修飾一下自己的身形 對 然後這一件的話 因為很多女孩其實 我裡面穿那個T恤嘛 你其實可以穿平口的那種小可愛 然後再搭配這件 然後當上衣 扣子扣起來當上衣這樣穿 對 然後這樣的話就是很 很若以若現那種感覺 對很多女孩會走這樣子的風格 那他有三個顏色 我穿的是藍色的 對他還有白色跟粉紅色 白色跟粉紅色的 跟藍色可以選擇 那我覺得這個藍我蠻喜歡 因為我覺得這個藍 看起來很舒服 然後他不是那種 呃 不膩 不耐看 對 他是有點光澤感 可是我覺得 鏡頭上面應該 很難看出來 對 你可能要拿到食品 才會感覺到 他是有這種光澤感的 對 然後這種藍色其實很適合夏天 因為他的顏色沒有很重 他就是溫溫的那種藍色感覺 對 溫溫藍色那種感覺 所以我覺得是耐看的藍色 而且 因為我的皮膚不是很白的那種 對 所以我覺得他其實也是對於 任何膚色都很OK 因為他會透透的嘛 那其實你直接看到裡面的膚色 並不會覺得好像很黑或是什麼樣 我覺得很OK 我覺得很OK 像這樣子 綁起來的樣子 然後或者是你把它當上衣 扣起來 扣起來 扣起來的樣子 然後可能把它扎進去 也是可以的 對 把它扎進去也是可以的 就是看你要怎麼搭配 看你要怎麼搭配 這樣扎進去也是可以 對 然後或者是 呃 你可以穿牛仔褲類 或是短褲類 對 短褲類然後再搭配 可以一個小可愛 或者是一個背心 對 西肩帶那種背心 然後這樣當罩山穿 其實也很OK 就是夏天那種感覺 對 然後我今天搭配的是 這件 西裝 西裝 西裝褲 西裝褲超有質感的 西裝褲 對 它是西裝褲很有質感的西裝褲 而且它是 很長 你們看一下我的腳 其實我腳好像已經不見了 哈哈 就是我裡面是要穿一個 跟鞋在裡面的 然後它其實現在的長度 基本上已經幾地 快幾地還是幾地的長度 沒有沒有碰到 就如果穿跟的話 穿跟的話 是會沒有碰到 可能差一點點 但是我覺得它 我沒有穿拖鞋的話 我可能就直接踩到 對 你看它就是很踩地了 而且大家有看到那個差別嗎 就是我的腳 有5公分跟沒有5公分的差別 就是它會拉長你的腳的比例 雖然它是長褲 但是其實我覺得 還是有點感覺的到 因為有穿跟鞋的話 比例會比較高一點 好看 這樣子也比較不會踩到 那我159 所以它的長度 我穿跟鞋是不會踩到 但是如果你是 比較嬌小一點的女孩 你可能就是 鞋子的部分 可能就要再高一點 或是你可能要拿去給人家修改 對修改也是很可以的 好我覺得它一樣上衣不便 然後換了這種 這種褲子 西裝褲 然後一樣是 一樣西裝褲 那我這件的話是比較修身的那一種 我們兩件不一樣喔 因為它這邊有做腰封 然後側邊 之前有穿過給你們看 它的腰曲線非常漂亮 對這邊腰部的地方 因為它有做打折 然後就看起來屁股非常翹 然後前面的話 一樣有這種做修飾的效果 那一樣有口袋 嗯 然後這兩個 其實 上班族的話 這褲子真的很ok 我的不是黑色喔 我的是有點 灰 對它是有點 深灰色 鐵灰的那一種感覺 黑灰黑灰的那種 然後我就是有點 藍色 寶藍的那一種 上青色 很好看 很有質感 而且我們兩個有不一樣 我們兩個不是同一件 不同款 看腰身就知道了 而且你看它的腰 我的腰是只有一顆扣 但它的這個是兩顆 對 欸 兩顆喔 對啊 喔就排啦 對一排就兩顆 所以我們是不同款的 我們是不同款式 很好看 但是我覺得這兩件 穿起來都是好看的 而且 你的長度比我的短一點點 沒錯 就是 比較正常版型那種 對然後基本上 宜君的這款 它就是 比較哈倫褲 它的那個褲腳 是往內屬 對會比較窄 然後我的是直筒 直筒 所以看起來我的好像 偏寬一點點 是的 就看你們其他哪一種 是的 兩個都很適合上班族 或者是你只是要 對 出油的那種也是很OK 因為他們的材質啊 都很涼 然後也不會悶惹的那一種 推薦給你們 是的喔 我們今天時光飛機 可穿到多少大 可穿到多大嗎 宜君的這一件 它是S到菜樓 這一件是S到菜樓 這一件是S到菜樓 薇薇的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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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可以依照你的腰圍 跟腰圍去做挑選 那我們光碗都有提供尺寸錶囉 對 然後我這件是穿S號 然後穿起來是剛剛好的 不會太鬆也不會太緊 那我的是M號 就是也是正常版型 那當然如果有喜歡這件 它是腰是沒有彈性的 所以你一定要特別注意 腰圍的部分 那因為它的臀部就是比較寬的 還有下擺的都是比較寬的 所以你只要比較注意 腰圍的地方 腰圍的地方就好了 對 那它這個是可以細皮帶的那種 那我這個是沒有 但其實因為我很少穿到 有褲子S號是不用細皮帶 也可以剛好 不會太鬆的那一種 對 因為它有那個腰封 就做感寬版 所以它完全是剛剛好的那一種 就不用擔心 照自己尺寸拿就可以了 好啦 我們這次直播差不多囉 我們這次是禮拜四 下一次 這禮拜四 這禮拜四也有 遊戲跟那些 有的沒的 有的沒的 我們更多好看的衣服 要介紹給大家 那大家禮拜四見咯 禮拜四見 拜拜 拜拜